反對中游 進行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開發的 軍民還有環團 在二零一八年底 曾經有提出撤銷海岸 利用許可的行政訴訟 不過二零二二年的二月 一審敗訴 環團表示 近期最高行政法院 是廢棄了一審判決 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軍民和環團就表示 這是還給他們公道 並希望三節開發案可以翻案 反對中游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就蓋在珍貴藻礁上 在地居民與環團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提出撤銷關塘工業區海岸 利用許可 二零二二年二月一審敗訴 環團指出 今年三月 最高行政法院廢棄一審判決 發回 其中原告之一的 搶救大潭藻礁行動 聯盟召集人潘中正 雖然住得離三街比較遠 不過人具當事人事格 我個人是 真的是非常的感慨 那今天呢 最高行政法院呢 還我們公道 還了全國關心環境朋友的公道 環團指出本案是我國首 建海岸管理法事件行政訴訟 對環境司法具有重要意義 最高行政法院也認為 在中游尚未訂定保育計畫前 就說已經對海岸生態環境衝擊 採取有效的避免或減輕措施 這樣的說法必須釐清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 那如何去證明它是有效的避免或減輕措施 所以我們在這邊呼籲 中游要立即停工 中游公司皆遵照相關法規辦理許可申請 並或同意 三街的工程我們持續進行中 並沒有停工 中游表示案件發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並不是敗訴 中游指出相關利用許可是內政部於107年3月審議通過 之後改外推方案辦理第一次變更 也在111年6月再次由內政部審議通過核准 記者林梅莊志成台北報導